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2月2日 今天看到文学生发表了一篇文章 文章的篇幅比较长 带有这个文学色彩 这个发表在最早发表在叫新周刊 新周刊我过去在国内看过 这个办得不错 这篇文章篇幅比较长 是因为作者主要是为了应付杂志版面的需求 杂志需要大块文章 而且还要选择那些老百姓读者们比较关心的 比较重大的世界 那么非常明显就是脱机光 作为四川四番大学的一个教授 忽然间踏上了不归路 这本身来讲特别令人遗憾很难过 这个事情读者肯定是喜欢看 有可读性 作者就笔墨用了很多 但是可以看出就是说 不用讲这个脱机光 就作者本身来讲 也都是在这个词句方面 语言文字方面 可以讲在这玩的是炉火存清 用的是高光困顿 边界等等 题目是寂寞深厚事 川四大 这个罪王 这个教授脱机光的高光与困顿 你就知道可以看出 中共这个墙里面的体制内里面 在高压统治下 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学艺术 再次中国的教育事业 在这些从事这些职业的人们 这个对于体制的无力的抗争 有些话连讲都不敢讲 只能就打个擦边球 否则连发表都不能发表 这是可以理解的 这个我要讲的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脱机光 它这个事件呢 在2021年1月18号上午8点14分发生 四川师范大学 在一栋楼的10楼 跳下来的 你想他才不到50岁 这是英年早逝了 选择这样一条道路是一个悲剧 给大家看看这楼 这就是堂堂的四川 四川大学 你想这个教授 这个老师 这个为人师表 同时又是什么呢 律师 满肚子学问 还有这个维权的这种理论的 不能说有什么实践了 有理论 可以这样讲吗 是一个波兰群属 这个是名利丧手的教授 孩子们 学生们心中的偶像 这里面描述了他生前给大家留下的那种印象 加上他这种非常的令人感到同情的 难以想象的一种结束生命的方式 那么在这个过世12天之后 讲到他家里人搞了这样一个追思会 来了很多人 40多人 到这个成都东郊殡殡仪馆来给他送行等等 而且这个文章当中还有这个殡仪馆的图片 给大家看一看 这篇文章真是图文并茂 那么问题是什么呢 你这样一个四川师范大学有名的一个教授 又是一个律师 为什么是选择这个极端的这个道路啊 这种结局啊 这是因为什么 动签 动签这个是个大问题 老问题的 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四川 大家想一想 周永康那个年代 疯狂的年代 这个四川也发生了 成都金融区 我记得啊 叫唐富珍 这个财前户是什么 他自己有一栋小房 搞搞那个小卖部啊 卖点东西和点零售 生意做得不错 结果也是当官要拆遣 暴力拆遣啊 这个女的也是血性的女人 这个非常强势 也不屈服 不屈服的方式就是用什么呢 自我消亡的方式 把那个液化气罐抱在 这个怀里啊 放在脚下 点着了 站在这个房顶上 当时有个视频节目啊 一时穿的海内外 最为洋洋 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啊 题目叫 唐富珍半岛了周永康啊 在周永康下边的小兄弟 李金城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 成都的市委书记啊 还是是四川的 这个大领导啊 等等 后来这些人都灌到大牢了去了 死的死 跑的跑 下场是很惨的 权力这个东西 只要倒随手里 如果不加制约 就变得非常疯狂 那一瞬间呢 真是既能点失成心 也能指如为嘛 你看这唐富珍自杀之后 这个政府还给他加了一个罪名 什么罪名呢 暴力抗法呀 我当时写评文章 我很生气啊 你说人都自己自杀了啊 这个选择这个是最秀极的方式 还给人加这么一个罪名 你说这是什么时代 最可悲的是什么呢 周永康倒了 又来一批人 这批人清除周永康的余毒 但上来之后怎么样 比周永康好一点 应该承认 那个我的同学 后来去这个四川社会到暑街啊 确实是好了一点点 这是东明啊 东明贵在辽宁大学 他是哲学系毕业的 我是中文系毕业 我们俩是一届啊 后来他到国家这个 最早在辽宁城组织部干过 后来到国家编办 我同班同学啊 北大就辽大历史系 就七八一班 还有个同学 我就不想叫什么名字了 就给这东明当办公厅主任 在北京 后来东明到四川了 他肯定是 现在是人大副主任了 他肯定比这个 比周永康要好嘛 这一点是肯定的 在他的这个领导下面 没听说有这样的事件 暴力裁刑事件啊 我要讲的时候呢 就是光靠官员的 个人品质靠不住 在靠政治制度 那发生这些强裁的 导致悲剧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一党之政 加一个人独裁 那么这个文章呢 我为什么说他 表现了知识分子 文学艺术啊 这些记者编辑的无力感 写都不敢这样写 所以你看这里 词句写的是很美的 但是看了以后 他没有点头 这问题的实质 就是这个 我认为啊 这个对于这个 这个过世的 这个托吉光老师教授来讲啊 他其实他手里运用这种武器 进行抗争的武器 不比这个唐富之多多少 你看到双重身份教授 这个又是这个律师 你告诉我吧 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呀 党管一切 党管共检法事 政法为管 管共检法事 我比很多人都有体会啊 你想呢 你是大学教授 这篇文章讲说 他从来不对学生啊 关系户啊 就求别人 就是给自己 在动签这个问题上 这个帮帮忙 他不是不想求这些学生 但是你说求谁 谁都斗不过当官的 他这个事 实际上就是很简单的事 就是说他有两处房子 一处房子呢 这个政府啊 重新规划 要搞什么搞桥梁 他这个比这个 唐富贞要略为好一点 什么呢 政府这个目的啊 是发展公共这个交通事业 还不是像 以前那种有的情况是 把那老百姓的房子 在基地抢了以后 搞房地产 和这个商人勾结啊 官商勾结 压砸老百姓 抢夺老百姓 他这还不同 的确是社会公益事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想 根据这篇文章讲的内容 也就是说呢 他动签的时候 政府也和他协商过 就是你这个要盖大楼了 盖 不是盖大楼 要修桥 修桥 那你补商 要多少 也就是成都叫 成华去政府吧 对吧 那你这个就有个问题了 你作为一个教授 我个人认为 你就和政府谈 因为这个不可能 这是一户啊 仅仅一户 肯定很多 看看他们那些人 这个和政府谈的 这个成果是什么 如果谈完之后呢 大家都服从 只要过得去啊 就是不亏待这个援助 我个人认为啊 就适当地做出点牺牲 是可以的 就没有必要 太阶钻这个牛脚签啊 是为什么 第一 你本身就是 已经有房子住了 对吧 虽然条件是 也不是说很优越 教授也好 律师也好 你肯定是物质待遇 不会这个 不如这个商人啊 和那些当官 这是肯定的 中国现实就这样 但是你得想 这个地方是建这个 大桥啊 桥梁道路 对吧 那么这些用户 别人 比如说补上多少 过得去 我认为啊 这个最好是 和政府就妥协 因为你都不过政府 因为政府也不是说 这个你成都 成华区一个 比如说是个领导干部 他的儿子要搞房地产 把这个地方看好了 把你的推倒了 盖楼 自己赚钱 他这个性质还略有不同 那当然了 按照又从法的观点来讲 法治的观点来讲 又按照加拿大 人家的房子 你人不动签 不签字 不给你签协议 不妥协 你是没招 但是你的体制不一样 对吧 中国是一个什么 一党执政 现在又变成一人独裁了 你想人家成都市市委书记 这个四川省委书记 那都说了算 对吧 人家一定要建这个桥 建这个道路 省这个交通厅 是吧 规划局啊 等等这些部门 强势部门 肯定要压你这个 四川四川大学 教授的一个 这个一头啊 对不对 人的力量就多么强大 结果他后来 我根据这篇文章看 好像有些人都已经妥协了 搬迁了 对吧 他是一直在这 和人在这对峙 对峙到最后 也没对峙胜利 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他也没把这个 我看这文章讲 他也没起诉到 法庭这些大官司啊 最后选择了什么 选择这样的一条 这个消极的啊 这个抗争的道路 说这个事 很令人遗憾的 而且他也没告诉 他的太太啊 小孩 他也无法和他小孩讲 好像他很长一段时间 患有这个抑郁症了 每天想这个事啊 钻牛角尖 走不出去了啊 这是文章当中的这些照片啊 这个他的太太 是很难过的啊 看到这个旁边这个凳子 就想象他是踩着凳子 跳下去 等等 这些情节 让人看了以后 确实心里难过啊 1971年出生的 这个教授啊 博士毕业的时候 才33岁啊 四川师藩大学 你说这个 的确是人才啊 那么多的同学啊 对他都非常怀念 而且这个人 曾经在这个国内的 这个新闻界工作过啊 发表了很多文章和论文啊 也是一个人才 你想 结果以这种方式 结束了这个 年轻的这个生命啊 你说我有时候觉得 奇外看到之后就想 他这个2004年进入高校之前啊 先后在体滩周报 重庆陈报 华西都市报工作7年 发表新闻作品三千多长 按道理讲 他应该很了解 政府是怎么回事 中国这个政府 你想他哪能和老百姓协商啊 那不都是强压 对吧 强压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或者选择两条道路 就是你自己打官司啊 看看能不能尽量的 把权益争取得多一点 如果碰上像那个汪洋 那么样好领导啊 汪洋在重庆当年不就是 最牛丁子乎姓杨的 汪洋最后妥协了 那个人坚决不走啊 那个房子都采光 就剩一栋像炮楼似的 那个人就站在那个楼顶上抗争 当时这个故事就传送一时 他那时赶上了一个开明的 胸怀比较宽广的这个领导人 他如果碰上其他的专制领导人呢 那事就麻烦大了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脱机光色不巧碰上了一个 就是说比他还硬的 还要专制的霸道的这个地方领导干 而且人家还有充足礼物 我日子见桥 我给别人这么多钱 就给你这么多 你不走就给你强裁 结果最后把这个他的房子强裁了 他又不能运用自己 已经学到的那些所谓的 这个法律知识啊 那些人类关系 一些大官司去缠斗 利用这个政治体制啊 通过学生看看 在公结法司里那么拖拖人 这个拉了关系 送送礼 大关系 打通这些通道 获得最大的利益 他又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这个本事啊 又不想这样做 特别轻高啊 所以说 他对他这个 在这个城华区啊 万年厂购买的云香公寓啊 他是特别的这个偏爱啊 你想 肯定非常心痛啊 1999年底就买的 他在28岁就买这么一套房子啊 这是给大家看看这个 这个当时这个 这个房子的情景啊 现在都已经拆了 拆了变成这个平地和废墟了 已经这个 有其他的用处了啊 那么这个 我看到这篇文章也讲到了 说是 这个房子的估价问题啊 估价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事啊 你想政府拆迁 要减桥 肯定想成本低一点 对不对 多占这个老百姓的便宜啊 中国的一些党官都是 政府部门都是压榨老百姓 这是很正常的事 其实不正常 我说的正常是什么 是指那些大部分人都采取什么呢 屈服的态度 如果每个人都像这个 托机光这样抗争 这个是始终不屈不挠 可能早就好了 可能大部分人也都 就低头顺从了 最后只剩下他 那最后 他又无力抗争怎么办 所以你看他唯一的 感到解脱的是什么呢 就经常到这个 沈从文的这个墓地去 看一看走一走啊 我看到这篇文章 讲到这个 说他2012年的1月18号 9年前 说在经历了 如临深渊的 第一次模拟裁剑后 那就等于政府给施压之后 他就败业了呢 湖南脱江边的沈从文子墓啊 他写了一首诗啊 看看你的雇员 是否芳草气息 有凛冽的风 没有静音的血 就可以看到 中国知识分子一代一代 不都是要受到 共产党的这个压迫啊 那当然沈从文那时候呢 另一个时代了 凡是你这个 欺负老百姓的当官的 哪个朝代其实都是一样 中国从清朝该死 秦始亡一直到清朝 那不都是这样吗 对吧 你只有建立一个民度法治的国家了 将来有法律 法的司法是独立的 你可能打官司 也不是绝对的 相对来讲 可能就能够最大效益的啊 维护自己的权利啊 你像这个 陀吉光这个故事 不光是他 只是什么 别人没有最后自杀 你像前几天 我看北京那个 有一个这个 这个蔡奇住导下的蔡奇 这里边住了很多人啊 我当时也做了两个节目 讲到了 郭小川的女儿在里面 这个画家范曾在里面 那人家不是也动签了 也是强财啊 但是之后只是 我估计最后 他们去 做了一些妥协啊 我也看到有一个 北京政法大学一个教授 在床上喊的 这个洞签的人在下面啊 这个拿着搞头贴贴销 他在上面喊 他说你们睁开眼睛 看看我是谁 我叫什么名 什么名字 我的学生 怎么样怎么样 讲半天 人理都不理 那些人你想当官 就像我讲的 当年周永康 手里有圈的时候 那都很疯狂啊 怎么可能听得进去呢 所以说这种悲剧啊 一代一代的 一茬茬发生 确实令人感到遗憾啊 我认为他这种抗争方式 这个是不可取的 那么怎么去抗争 怎么去努力 我相信 我不用讲 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中国人应该团结起来 一起 这个能够 这个终结在中国共产党的 一党执政的 这个统治 这才能行 你要形成一种合理啊 你靠这种 这种灵性的啊 个别的孤立的 这种知识分子的抗争 虽然说留下这个传奇的故事 连人都很悲伤 但真想 有几个敢公开表达的 连这篇文章都是迂回曲折啊 的曲笔啊 只是思造搞得滑丽一些 讲讲这个故事 讲完之后 一切如旧啊 每天都在发生这样的故事 只不过是因为他是一个教授 这个知名度高一点啊 还有人关系 那些无数的你想动间后 默默的抗争 默默的消失 像眼和泪多少呀 是不是啊 中共根本不在乎 一代一代的 所以这是中国的悲剧的一个缩影 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啊 无力抗争的一个典型啊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 谢谢